爱玩音乐却不会简朴 今天我们就一起从零技术学习 简朴里面的12个调势大拳 建议大家一定要收响起来慢慢学习 那我们爱玩音乐却不会简朴 今天我们就一起从零技术学习 简朴里面的12个调势大拳 建议大家一定要收响起来慢慢学习 那我们简朴里面这个C调 就是Do等于C Do呢在这个位置 Do,Re,Me,Fa,Sol,La,C 那么这个D调呢就是Do等于D Do呢在这个位置 Do,Re,Me,Fa,Sol,La,C 那么我们简朴里面这个E调呢 我们找一找 Do又等于E E在这个位置 就是从这开始 Do,Re,Me,Fa,Sol,La,C 那么我们简朴当中这个F调啊 就是Do等于F F呢在这个位置 从这开始 Do,Re,Me,Fa,Sol,La,C 我读的只是一个案例 具体的我们要看调的音高 那么G调呢 在我们简朴里面是Do等于G 在这个位置 从这开始 Do,Re,Me,Fa,Sol,La,C 那么A调呢 在简朴里面就是Do等于A 在哪里 在这儿 从这儿开始 Do,Re,Me,Fa,Sol,La,C 那么简朴当中这个B调呢 你看就是Do等于B 在这个地方啊 从这儿开始了 Do,Re,Me,Fa,Sol,La,C 那么我们简朴当中呢 还有升降调啊 这个升F调在哪里呢 升F调在这儿 看到没有 Do等于升F 从这儿开始 Do,Re,Me,Fa,Sol,La,C 那么这个是降低啊 这个降低这个小B 这个降号降低半音 这个景号这个升号 升高半音 那么这个降低调在哪儿 在这儿啊 从这个地方开始 看看C和D的中间 升C调也是降低调 那么就从这儿开始 Do,Re,Me,Fa,Sol,La,C 那么降A调在哪个位置 降A调在这儿啊 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 Do,Re,Me,Fa,Sol,La,C 那么节目当中 降A调也挺常见的 对不对 在这儿啊 Do等降E Do,Re,Me,Fa,Sol,La,C 那么降B调不用说了 更常见 就是Do等于降B 从这个地方开始 在哪儿 Do,Re,Me,Fa,Sol,La,C 你学会了吗 记得点赞关注 Do,Re,Me,Fa,Sol,La,C Do,Re,Me,Fa,Sol,La,C